范琳的精神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才会起这个名字叫做陶珠影音 到处众所瞩目的北市信义区顺时中 向上旋转4.5度世界地标名字的由来 维京集团主席省庆金时隔11年 终于愿意让外界开箱 自己不惜成本也要完成的陶珠影源 我感觉气候变迁的伤害那么大 重数可以达到稀碳的目的 来补足节能减碳的不足 我认为这是未来住宅应该努力的方向 就是因为各楼层加起来有一万多平方米的绿色露台 全岸的乔灌木数量更达2.3万颗 算一算每年可以吸收上百吨的二氧化碳 这样独特的城市森林理念打动了沈庆金还有他的好友 金仁宝集团栋上徐胜雄 以及金建惠前主委蔡勋雄等人 然后来自法国的建筑设计师文森卡利伯 有机会实现他的创作 而他也亲自向外界说明自己的灵感来源 在台北有些种类似的专业 叫做参马拉森 他们有种种类似的变成组绿 当我来到监制 我给团队试试试 这帮助给我们的类似 转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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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 毫无特殊 施工难度极高 这样负责豪宅结构 与盖他的工程团队压力超大 我们第一眼的印象当然是 艰辛两个字 艰辛的原因是因为说 为了成就这样的造型 我们要找什么样的人来做这件事情 他要在台北市里面 种一棵树 当然那个树是我们的建筑物 然后每一户都有他的天空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独一无二的一个设计 而据了解陶珠影园格振效果家 建筑结构寿命能达到2500年 每个设计细节可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创具 来到陶珠影园的顶楼 可以看到这里有设置太阳能板与六台锋利发电系统 估算太阳能板每年可以发电4万度 而锋利发电一年则可以生产2400度用电 日后主要会用来供应公社的部分 新一计划区最大的住宅用地如今已开发完毕 赢得许多国际奖项的陶珠影园正式对外公开 外界也终于了解它到底有多狂 可以帮你再继续